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康熙因为真挚伟和徐徐帝 暗潮收入他尽才可奇 康熙当然有康永跟徐徐帝之外 来了一个好大的大人物 徐徐帝你没有上过时代周刊吧 Times Magazine 我怎么可能 我连看都很少看 今天来的这个客人上了 被专访了 他是巨星 在我心中他是巨星 那个时代周刊的报道里面 还说他是香港电影界的教父 我觉得是啊 实至名归啊 你听起来很想嫁他哦 嫁是不至于啦 就是很欣赏他 因为从小真的是看他电影长大的 我看他在无间道理演得真好看 我都不好意思讲 可是他真的比另外那几个演得还要好很多 我也是这样觉得 完蛋了 我下次访问另外那几个怎么办呢 最想到没说过这个话 我们欢迎大明星曾志愿先生 欢迎 谢谢 谢谢 昨天康熙来了请到了香港电影圈 教父曾志愿 除了谈论曾志愿 早期在香港电影圈的发展之外 康永也问到了 许多曾志愿年少轻狂的往事 宝妈说 那个时候已经离婚了 对啊 宝妈说一结婚 宝妈说一结婚之后她就不见了 他们就来喝我的喜酒 喝完在这里快喝酒 因为我说大家不要走了 他们说我不走有什么关系 不回家就可以 你行吗 我说我有什么不行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不回家你就不回家 我说好啊 不久 他说三天三夜 我说三天三夜吗 大家不回家 好幼稚 老婆亲 这个我就穿着列套礼服 三天三夜没回家里 当然曾志愿也不是省油的灯 明知山油谷 偏向谷山行的聊起 教宝恋那一段往事 既然您提都起了那天 怎么回事 他有今天还是一个名 就是莫名其妙突然被打 对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 就不要在床上出去喝酒 不会啊 人生不会发生一个小事情 人生你会不会跟焦焦的问题 人生不强的应该 不会吧对不对 你说焦焦啊 其实不会啦 这代其他打破头的事情啊 报仇吗 这是报仇吗 自己仇人的爸爸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什么仇人啊 没有啦 大家这坏 今天康熙来再继续 要看曾志愿聊天兼斗法 看看是蔡康永竹之多谋呢 还是曾志愿老谋生酸 至于西地嘛 只要保持正常就行啦 以我喝醉酒这纪录啊 我觉得我应该 肝啊 胃啊 都应该有事 对啊 喝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那怎么还是肥成这个程度呢 英俊还好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都没有吐 是因为根本我是体力支持不了 睡着了 说几乎我的好朋友都抬过我回家 几乎我的好朋友都见过我 抬到家里门口 钥匙一伸进去就醒了 又叫他们干嘛送我回家 还没喝完呢出去再喝 所以只是短暂的睡着而已 对 睡着 因为 所以你是因为睡着才没有喝那么多 我因为大家以为你已经醉了 所以没有在灌你的酒 对对对 所以人家已经喝得很重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次 我就醒来了 这件事情 也太会有点了 好好笑喔 真的 太扯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其实灌到身体里面去的酒 没有很多 应该是这样的 那你有没有真的喝醉发酒疯 你现在有会发酒疯的人吗 以前呢 以前刚刚到五行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大概会有啦 因为以前有时候到五行啊 一帮人啊 常常都会烙事情啊 这样子 以前这十几年都不会了 你看 所以你那时候被打的时候 是睡着的时候吗 真的 真的是睡着 是睡着的时候有人攻击你 对 如果我还没睡着 他还跑得了 对 你应该在家里睡才好 不要在外面去睡 那个时候是 刚好是我 那天我记得我去下飞机 是香港挂风球 挂风球呢 我就跟一般朋友 大家就吃饭 就喝了一点点 然后去玩扑克牌 因为挂风球 没地方去嘛 大家就玩扑克牌 但是呢 大子不够 在等大子 那另外一个朋友说 回家放下东西 送朋友就回来 结果回到家里就没出来了 我们在等大子等等等 我就睡着了 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你现在会不会失眠 一直不敢睡 睡了刚才不想起来 那你打麻将的排品好吗 还好 就真的很少 都是以前 因为现在觉得打麻将 太花时间了 所以现在最喜欢做什么 打靠夫 健康一点喔 對啊 那你合作过那么多女艺人 你觉得谁在你心目中 是真的很漂亮的 我真的没有感觉谁最漂亮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呢 都是没化妆 有时候化了一半 转个头吓我一跳 有时候看到都是 拍到早上六点多 睡在那边流口水 真的 那你说最漂亮呢 他们最难看的时候 我们都看过了 还有有时候人接触得太近 反而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还没有进这个圈子的时候 一大堆偶像 反而我们进了这个圈子以后 大家变成朋友了 就不会感觉 你还记不记得 你进这个圈子的时候 你第一次看到哪一个明星 你有很兴奋的感情 明星傻 明星傻我常常觉得 林静傻是我们影艺圈里面 最后一个明星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这些都是艺人 明星是有明星的风范的 明星是什么 明星是那里永远看到他 都是最漂亮的 对 就算他回到家里 你漏了东西 上他家里敲门 他已经卸妆了 他会叫你等一下再上妆 才出来开门给你 你的钥匙关门 再回去卸妆 不然至少 这才是明星 不然至少也会戴墨镜 对啊... 明星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这么多狗仔队 怎么当明星啊 对 神秘感都没有 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影艺圈啊 其实被狗仔队坏得很惨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行业 你要他很... 蜂窝他的行业的话 一定有他的偶像 你看所有...对不对 所有活动 突然间有一个偶像出来 他就说... 很厉害... 以前影艺圈很多偶像 现在都被那些狗仔队 都... 就翻那系统啊 什么... 随便两张照片 他就对在一块又说 他跟他怎么样啊... 很惨啊 那你有没有追过林青霞 怎么追啊 你... 在后面一直追 他真的是追他的女生 追啊... 不要跑... 但是我常常说 林青霞我看有没有啊 林青... 林青霞真遗憾 反而是偶像就没这个机会 很多女艺人 一级的女艺人 我几乎都跟他们拍过接吻的戏 关志玲也有 都有 但是下一个镜头一定是一巴掌 一定是幻想啊 做梦啊 都是这样子的 梦就醒过 都不真实的 只有跟张曼玉那个是真的吗 张曼玉喝醉酒啊 你不记得 就那个双城故事啊 他喝醉了才那个 那你当明星以后 有没有很恨那些 长得比你帅跟高的明星 没有 我很 我觉得他们很好 他们不要站过来我这边 他们在那边 我们这些绿叶才有生存的价值 所以他比较恨别的矮的 好笑的一眼 又跟我一样啊 又很棒 你还能在这里 他能怎么这样子 对 对 那现在新生代男艺人 你觉得谁蛮机会 蛮有机会成为巨型呢 新一代的人 这在陈冠希啊 宇文乐啊 这些这么多 都不错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艺人唯一 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的是 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经纪人的制度 所以我们去拍戏啊 常常会一般艺人大家 关戏很好啊 大家会聊戏啊 现在我们这几年我觉得我跟演员拍戏 常常都会很隔磨 尤其是跟年轻一辈的 因为他们一进棚啊 两个助理 然后又化妆 梳头 最少六七个人 然后一进来就躲在那边 拍戏他们才进来 拍完那个镜头又回去 大家聊天的机会很少 那以前我们拍戏都是 可能整个片场里面 只有一个小小的冷气房 所有演员就堆在那边 所以大家一块又再聊啊 拍戏家来那边吃饭啊 到哪里再玩啊 所以怎么样 大家都很好 时间又都狗嘴对了 但是一人跟一人 更不敢晚上出去怎么样了 好了 结果大家一人跟一人 接触的时间比较短 好了 既然接触时间比较短的话 就大家互相了解 还有以前我们常常 会跟一些前辈拍东西 前辈会拍拍就说 你呀 塞点钱在你带吧 刚刚你看清楚 你不用跟他这样做 你看什么 他都会聊到这样子 现在连我们想跟他讲都没有 那这两个还好了 因为我在拍无间道的时候 就跟他们 就感觉他们两个很用功 他们来现场 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经理人 所以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都一进棚就坐在我们旁边啊 也在看 看排阵怎么样啊 就算没有戏 他们提早会来啊 都感觉他们很用心 在这个圈局里面 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不错 那你有教训过后辈吗 比如说谁没礼貌或是什么 真的演太烂了 有 是不需要教训的 只是告诉她说 戏不能这样演啊 现在这个 这是几十年前的演法 我记得我 反正有一个非常满红的女明星 不要讲名字了 那有一天我在跟她拍戏 拍那个戏的是 一个小鬼 就我们很省啊 吃一碗面呢 都要分开 分开来三个人再吃 我是她爸爸嘛 那小的呢 就把面吃掉 那个... 我女儿呢 就喝一半的汤 留一半给我 结果她拿着那个汤啊 因为小孩子吃过嘛 她就装着这样 爸爸留给你 一口都没有喝下去 不愿意 我说开开开开 我说现在也有这样子啊 没有这样子拍戏啊 这个是以前五十年代的人 才有装着... 你在... 没有... 现在... 我们二十年前拍戏已经是... 我拍过一个镜头 吃完一个半电饭锅的饭 对啊 拍到第五个镜头的时候 我说导演 行不行 她说好像不太好 我说你等一下 就这样把它拍出来 再拍啊 这样才是拍戏啊 结果你就当场这样跟她讲 她有没有哭 没有啊 她 哦... 谢谢 谢谢这样 然后就喝掉了 对啊 当然要喝掉了 因为... 因为现在都... 所有东西都讲求真实嘛 对不对 以前打一巴掌就是... 哎呀 这样子 对不对 现在哪有哎呀 现在... 一巴掌打得... 马上看到五个指印在那边了 对啊 像之前那个刘嘉玲打陈冠希 那也是打真的吗 打真的 我曾经被崇楚红打过一次 耳朵都听不到了 崇楚红打你 对啊 也是因为你亲他吗 对啊... 亲了是不是被打 对啊... 他打我 还好笑那个镜头是怎么样 他打我 我说... 打中一点 没关系 我说我情愿通一次 不要... 不要打通几十次好啊 结果啪啪啪啪 打到二十四...二十三 一个导演说 不行 太假了 我就说 崇楚你来... 我说 你知道吗 你这样打不行 要怎么打他 啪啪 我就给他狠狠的一个耳朵 打他整个人认住了 我说 你现在知道了吗 他说 知道了 我说 导演来了... 你打他一巴掌 对啊 很用力地打他一巴掌 让他去报仇啊 好狠喔 他太烦死了 他被打了二十三下耶 结果... 他就... 导演来了 啪啪啪啪啪啪啪 太用力 打得太深了 打到我耳朵去啊 一天半啊 你耳朵还是... 这样子 导演等一下 然后就跑到后面 就... 他一助跑 他一助把他打下去 可是被钟哲龙打龙 应该还蛮爽的吧 还蛮爽 我说 OK... 你还这样 我这次要做什么 我还打一下 可是打过钟哲龙 一巴掌的人 应该不多吧 真了不起 那你打他那一掌 他没有就是事后跟你记恨啊 没有 他知道他是工作的 我们拍电影 常常都会这样子 有时候... 尤其是我自己做过导演的 常常会做一些 真的蛮讨厌的事情 但是为了戏 我拍过一个女孩子 她... 我要她拍一场哭的戏 那一场哭是很特别的 是因为整个旅行团里面 是被那些废共 我在菲律宾拍的 就夹着在那边 用机关枪打破了玻璃 冲过这个警察 然后就威胁他 然后他在那边很怕 就... 我说你要哭到不止哭 还要... 出去那种才行 他一直装作不上去 我还用慢动作去拍 很浪费电影 还有我封了整条街 没有时间了 一定要把它拍完 我后来就... 就很... 这个就... 就想了以前老前辈 告诉我们一个方法 以后就过去跟他讲 我说我告诉你 我就拍最后一个 OK 拍完这个 不行的话 我马上换人 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 你回去 就当舞女吧 什么什么 最难听的话 全部都讲出来 他刚才说 我以前也不是舞女 您知道曾志伟最怕演什么戏吗 我告诉你 我最怕拍什么 什么 最怕拍... 淹水的镜头 预备 镜头就开始说 救命啊 下去 救命啊 原来你真的抽筋 你救命 没有人信我 还吃冷天 好冷 一... 就丢进去 还要看着 那个麻包袋子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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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以后到这个海风平浪进来 你才能起来 就自己在这样... 那你在里面不就要自己逃出来吗 底下有人接你吧 谁来接我 都那么黑了 谁来接我 那你怎么上去啊 你怎么上去 游上来还怎么上去 爬楼梯啊 真是 可是你不是在带子里吗 你们两个问的问题 都蛮奇怪的 我讲完就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 反正就最难听的话就骂 羞辱他 对 骂到他就 来吧 导演 以后就拍 以后就 OK 这样就行了吗 咔 就走了 好狠的样子 有第二天才说 你要拍摄这样子 慢慢在呼 事后再安抚他 对啊 那你有没有得罪过导演 导演一直整你的 对啊 你也应该被整过吧 不是得罪 是他们 我们常常喜欢开人家玩笑的人 他们还是会喜欢开玩笑嘛 对不对 有时候故意叫我们跳下水啊 其实已经OK了 还叫我们跳下去啊 我拍戏 人家说 志伟 拍戏你最怕拍什么 我告诉你我最怕拍什么 什么 最怕拍淹水的镜头 就是被淹啊 第一 你一定要是什么 然后小船把你弄到海中间 对不对 然后机器呢 就在游艇的上面 吊着 那个艇要让它走开 然后你在这边 你这个很累啊 对不对 然后还要没有水花 没有涟漪 对不对 还像这个风平浪静的样子 然后你就 预备 卡牌了 你就开始说 救命啊 下去 救命啊 原来你真的抽筋你救命 我一定没有人救你你知道吗 有发生过吗 真的抽筋吗 如果有发生过我就不在这里了 所以你是幻想 如果抽筋也没人救过 他只是火大而已 真的有发生过 真的莫名其妇 发生过就超高的 所以你有拍过很多次 是这种溺水的戏吗 我拍过两三场 我有一位也是蛮恐怖的 是拍什么 是晚上的戏 是拍我跑到码头 在等那个人拿着钱 给了那个人 啪 一敲 把我打晕到 以后用毛包袋子 把我包起来 丢到海里面 真的装进去 真的把你装进去 丢到海里面 我又替身又看不见你 就是一个镜头看到我包着 丢进去嘛 导演一阻止我就得罪导演嘛 其实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得罪导演了 对不对 一封了 还是冷天喔 好冷喔 一蹦 一丢进去 还又看着那个毛包袋子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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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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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上去 以后到这个海風平浪进来 你穿得起来 就自己在这样 这样往上往 那你在里面 不就要自己逃出来吗 底下有人接你吧 都那么黑了 谁来接我 那你怎么上去啊 你怎么上去 游上来还怎么上去 爬楼梯啊 可是你不是在袋子里吗 我两个问的问题都蛮奇怪的 这个戏这么难演啊 我还以为随便就一下就放好 随便 你以为当那个教父那么容易啊 可是这个时候 就应该是有替身了吧 有啊 但是有些事情 有时候你还希望自己去演 当一个镜头看到你 观众才晓得 哎哟 好惨喔 好厉害 对不对 一个镜头看到你 你觉得值得嘛 有些事情你觉得 你自己能够做得到 就希望自己去做 那你有遇过那种哭戏 哭不出来被导演羞辱吗 羞辱就不敢了 哭不出来是很丢脸的 导演不用去收录你已经很丢脸了 是不是 演那么多年的戏了 还哭不出来 对着那么多人 还在等你收工 对不对 所以我怎么样开玩笑 一拍到这种哭的戏 我会自己躲得很远 又回来 但是我又很难 通常我就叫演员 我说你哭不出来 你想一件你蛮悲哀的事情 我就没有什么很悲哀的事情 因为你是很乐观的人嘛 对啊... 想来想去 最悲哀是天天来做访问 其他没有什么好悲哀 所以我们在节目也帮助你 以后拍悲剧啊 对啊... 一直想我们两人 对啊... 你知道我知道了 你在香港是不是 我们这个辈分的人 都要很怕你才行 不可以跟你开玩笑是不是 没有啦... 我都跟他们开玩笑 你会像在无间道理那么凶吗 怎么会 戏还是演戏啊 对 背后的人还是一个 没有用的人 他在江湖里面演闹肿啊 在江湖里面就很闹了 多闹 就是很闹啊 就一下子想要神气 有多闹就多闹啊 大哥来了就马上就低头 然后还被杀 以前还被人家救这一类的 就跟无间道差好多 无间道好神气 可是我觉得曾大哥 你演技真的很好耶 谢谢... 打从甜蜜蜜的时候 我就已经... 不演喜剧不演搞笑的戏以后就... 是从《失婚老豆》那个戏 开始就是不演搞笑的戏 很多人都问我 以前你演喜剧 现在你演这个反拍啊 演这些演技... 你是想去演技派里面去挑战自己 我说挑战什么 当演员是全世界最被动的 是人家来请你的嘛 不是你想... 人家请你去演这个角色 就是说不要我当女主角 不行嘛 就是你怎么从演一个男的 变成一个女的 是人家觉得 可能成了你的年纪成长 他们觉得 你不能再演这个日夜了 你应该去演这个 比如说我见到 他们会想到 谁站在那边撑得住 他是刘德华 梁朝伟的大哥 可能这些演就是 我当过他们的导演 也看到他们成长 我去演他们的大哥 还有... 你知道这个电影圈 有一个习惯就是 出去吃东西有大吃大 买单都... 一定是老大去买单的 我们买单买习惯了 当然是... 吃什么 好像平常都这样子 就... 在演就比较容易演出来 所以好像蛮真实的 真的是瓦才 你叫一个... 本身看到瓦才就叫瓦哥的人 去演瓦才的大哥 就会有点不太像 那你现在还有 你没有演过的角色 你很想演的吗 强奸犯啊 强奸犯啊 你没有演过强奸犯啊 没有 我多想啊 没有... 你有演过强奸犯吗 不会吧 没有... 导演叫我演一个鸡奸犯 我不演 演不到强奸犯 先演一下鸡奸犯 你是说真的吗 想演强奸犯啊 没有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但你真的有演过对不对 其实... 对我来讲 我其实很想演是... 很多人都问我 志伟你演了那么多戏 你觉得你... 现在还有什么戏你很想演呢 我觉得... 最近我看那部戏是... Jack Nicholson演的... 王昏之恋那种... 新的方向吗 对... 那种戏 我觉得... 现在去演就比较有... 有味道 OK 就是老年人的爱情 可是你都要跟一个老太太 演爱情戏耶 不要太老了啦 差不多 刘嘉玲那是不像老人的爱情戏 对... 应该要比刘嘉玲再老吧 我... 曾经人家说过 他说如果演那个戏 你... 你最想跟谁最想 我... 我其实蛮有机会 就跟张嘉嘉演啊 就是演技拍的 戏很好的 对不对 叶德贤吧 叶德贤跟你是童年人啊 张嘉嘉看起来太不像了 叶德贤 其实不是老人家的 不是太老了 中年的 中年的 那如果有机会跟他 你想要演什么戏 总不会是强奸犯 我强奸他吗 我觉得能跟他演戏 就已经算是 你会想要跟他演一段 什么样的戏 我们今天让你跟他演一段戏 然后就送走客人了 真的吗 应该问曾大哥的意见啦 我要对一段戏啊 有什么戏啊 如果你见我的话 我跟你演一段 你觉得他看起来哪一型 是像演舞女的吗 其实他能演很多角色 真的吗 可是要我们两个对手 对手 妇女的话太理所当然了 对... 你跟曾大哥演爱情戏 情侣吗 当然咯 还是说你抢我男朋友 不然我们临时也 随便演一段爱情戏嘛 哎呀 哇 又是结尾 还想到一耳朵 好吗 这个太没有礼貌 没有哦 当然是真的相爱的啊 哎呦 还相爱的 对 比如说 我来设计一下这个剧本好了 OK 今天 我来跟你 就是示爱 哦 你还像我示爱啊 对 对 我就是一直爱你 深爱的曾大哥 然後曾大哥就是 不要拿他圈进来 你自己演你 你没有台词... 你只是爱他 然后你硬要把我甩掉 然后我就死缠着你不放 OK... 好不好 那你就当导演Action一下好吗 你这什么烂剧本 好厉害 这么快的想到一个 这么烂的剧本 很难的就是 不然最后你冲进来 捅我一刀好了 这样也会比较好 先把衣服撕掉 先露点 再捅 你这个比较懂 你这个比较懂 对 当然了... 好 来喔 HCD Action 我要不要还是一个这样子 他会忽略拿到那边 不然我是不是应该这样 阿森啊 你在哪里 阿森 他不演喜剧 你还乱演技 一开始还有威风 演技大哥 演技下来才知道 不要 不要闹啊 我要进去香港影台 就靠这个 就靠这个吗 我的妈 Action一下 OK 来 好 来 Action 阿森 哈啰 你找我什么事 我只想跟你说 我没办法离开你 你上次跟我提的事情 我不答应 你上次讲 你说要跟我分手的事情 看玩笑 我们分什么手 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我只分手 没有在一起 孩子都多大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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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毛都起来 阿森 阿森 你跟我说 孩子也大了 你手怎么那么臭 你手怎么那么臭 你手 你还是 好了... 香港电影圈 比练... 比他厉害... 好啦... 有机会对到自己的眼光了 比练周开呢 标题就是 让我娱乐你啊 这个是他们给曾志伟的题目 所以 你应该有点会在电影圈 娱乐大家 谢谢这个大阵 谢谢...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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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来了星光灿烂 歌神张学友即将登场 我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街 让风吹叫我不能拒绝 我和你吻别 可以太高了 不好意思 你真的好不专耶 不然这段剪掉吗 你刚起太高而已 各位全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歌神张学友说我唱歌还蛮好听 不是 他没有说蛮好听 他说有特色而已 还蛮好听 我觉得他是 唱鼓来了 说起张学友 大家直接联想到的就是歌神 没错 张学友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歌手 他的音乐不知陪过多少人的爱情故事 开始 结束 多少人在他音乐中成长 但是张学友并不是每个领域都那么令人神话 尤其是他早期的电影 总是饰演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 到现在还不断出现在台湾的电影频道中 让人玩味 今天康熙来了张学友 他真的是一位好朋友 康永和City要好好的问问他 歌神的生活 私底下是怎么过的 谢谢 张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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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真的啊 我没办法 所以你入行那么久没有漏过点吗 有啊 拍电影的时候有漏点 因为他演电影常常演别三啊 就是那种什么咖哩辣椒那种笑 很... 盖里辣椒我是... 我是警察 可是就是很别三的那种 就是会那种你知道开玩笑 耍宝啊 真的那个是比较正式 其实我跟盖里辣椒是跟周星馳 他是比较耍宝的 那你演过最丢脸的是什么角色 就是... 最丢脸就是露点的角色 哪一个电影露点我都忘了 有啦有啦 有露臀吗 不要提了 是因为床戏才露点吗 不要提 还是因为打架被... 洗澡啊 这有什么丢脸啊 谁都好会洗澡 我觉得我自己 没有这个露点的条件 去露点所以觉得丢脸 你竟然会在乎这件事啊 没有很在乎啊 已经过去了嘛 可是提起来还是有点... 有点痛 现在那个台湾很多什么龙翔电影台啊 什么还会在播很久以前你们演的片子 我知道 我知道 希望不要播到 香港也会播啊 晚上都会播旧片吧 你看到时候都不看吗 看什么电影啊 有些...有些真的... 我自己还觉得可以了 那就看 觉得真的没办法看下去 我自己都会转台 你最不敢看到的是哪一部片啊 很多 你还叫得出名字吗 好多 有扮古装搞笑的对不对 我现在讲你就去找啦 所以我真的会讲 奇怪 观众没有没有 立刻去摆试的啊 搜索是哪一部 可是真的 他演戏的幅度真的跟唱歌差好多 就是他什么都能演耶 对啊 我还记得有一部好像叫黑雪是不是 黑雪对 然后有一个镜... 对 有一个镜头就是吸毒那种 我真的印象深刻 就是你大特写 对 然后在那个桌上这样 然后就... 然后就有那种表情 我就觉得 对 演得真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你真的是演技派人 你真的觉得我是吸毒的 没有 我就觉得你很会演啊 然后我每次在学校 都会跟同学在那边演那一段的时候 快点 毒影犯了 然后就吸 然后就在那边抽血 你知道是怎么弄的吗 就是用鼻子这样吸桌上的什么东西 没有 我没有用鼻子吸 不然是什么 但是有一后... 是有一个管在我耳朵这边 真的啊 然后他们... 我就在这边装 然后是那个管在那边 后面都有人看去 弄白吸了好多橡皮擦穴耶 你是橡皮擦穴 跟阿雅两个人上课无聊 就在那边弄橡皮擦穴 然后就弄一排就说 阿雅快点来演唱学友 然后就... 然后有些还会卡在那个鼻孔边边 那么大大会卡住啊 你要吸一吸粉笔灰吗 耍炸 有偷偷弄管子 对啊 很多人说很像 很像耶 那个也吸不进去 我真的没... 我真的没想过你会吸进去 所以那一部戏应该是 你现在看到都还是敢看的戏 对不对 那一部还好 那一部不丢脸啊 很厉害啊 还可以 对 那有没有哪一部是你自己觉得很棒呢 最近都还可以啊 最近演都还可以 我觉得 江湖也快上了吗 江湖... 我自己还可以我觉得 然后... 江湖那个发型你喜欢吗 黑人头 其实蛮好看的我觉得 只是太辛苦了 为什么 要... 要... 要接上去 那个接到 就是很痒 就不能洗头啊 那个可以多久不洗啊 我不能... 不能不洗 我每天洗其实 可是有些... 有些因为它接上去的 然后有些... 就太密了 你没办法... 没办法洗到 那头皮就... 发炎了 学友哥 你是不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你要闻是不是 我怎么好意思 人家歌神耶 可以啊 我真的... 我真的... 每... 每天洗啊 你从来面有臭过吗 身上 很臭 谁不臭 我最喜欢闻臭的 哪里最臭啊 我喜欢... 那里最臭的地方 哪里是... 我有柔镜闻一下歌神的头皮吗 头皮 我没关系你爱闻的话 可是只是... 还好啊 刚刚已经抹了... 抹了胶 香香的 闻完啊 可是你以前都会把鼻子 贴到人家的耳朵这边 我怕他会生气啊 我... 我会... 我学友哥建立还蛮好的关系 我怕这样一闻就把他... 把那一招又在头皮上面 色情花回来 学友哥因为我太尊敬他啦 太欲举的行动我不敢做 真的吗 对啊 你尊敬他什么 什么表情 一直以来就是看他唱歌的啊 对啊 你就会觉得他离你很远 是神 对 可是我认识他的声音还很小嘛 对 我以前小时候就一直都很欣赏你啊 所以你有对他做过什么崇拜的事情吗 你有... 你有定期购买他的CD吗 是... 没有 因为后来... 我很想买 可是我要买这件歌神就送他 他那么多钱 你要买其还蛮花钱的 对啊 可是去KTV都一定会演唱歌神的歌啦 对 你自己去不去... 你去不去KTV啊 很久没去 你去的时候都唱些什么 通常唱英文歌 真的啊 我们就很少 很不喜欢唱自己的歌就是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人家叫 就唱一两首自己的 逗朋友开心的 很不想在那边表演 不要有感觉不好 对 去是玩的 去玩 那就是... 你唱什么年代的英文歌 我那个年代啊 像什么 你是什么年代的 差不多 差不多啦 那我就是唱那些 什么Elton John啊 Eagles啊 George Benson啊 那能够有幸在KTV 听到你唱歌的人 也太幸运了吧 有没有人偷錄啊 偷錄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一到... 轮到你唱的时候 大家就会本来在 五十十五滑雪 然后你一唱 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哪有...哪有人管你啊 去到那边 大家就在... 你自己的步驟在那边唱歌 下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各位前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歌神张群有说我唱歌还蛮好听 他没有说蛮好听 他说有特色而已 还蛮好听 你觉得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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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 Say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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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 Ki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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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 我们的新绝招 彈指神功 你应该没有凶过女儿吧 有...小时候就凶她了 什么事情啊 不便啊 不听话就凶她了 你的凶是哪一种 就上面就... 乱唱 你不会被小孩唱吧 看到一招了又彈了 他会有人彈一下 我啊 真的吗 你喊我看看好了 我看你程度在... 很痛耶 没关系 讲到我是你女儿 真的没办法叫... 蔡刚荣来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彈他 彈这里吗 我先叫彈 你彈彈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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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来了 你有没有跟很大排的歌手去KTV 然后都不甩她 我正要跟你炫耀我跟阿妹唱过歌 然後也是本來在那邊喝酒啊 然後就是用余光 一直偷偷注意阿妹 然後她的歌一來 我們就會這樣默默的安靜 然後就聽她唱這樣 然後一唱完就會想說 真的很會唱耶 妳們真的很有禮貌耶 對啊 然後我還會就是在... 他們就會... 因為我是小阿妹嘛 妳什麼時候是... 妳什麼時候是小阿妹的 有朋友自己幫我取的綽號啦 妳的話不准 要問學友哥 學友哥妳有聽過我唱歌嗎 她為什麼要自己唱歌這樣 我唱歌每次都被妳講得好像很難聽 不然我唱給妳聽看怎麼樣 好... 我的媽啊 我就不敢相信 妳然後來賓太累妳還要這樣整她 妳要唱她什麼歌 不然我... 我真的想聽耶 妳要聽哪一首阿妹還是妳的 當然是她...她聽阿妹的歌幹什麼 也沒關係 妳覺得最...最拿手的就好了 不然我先唱簡愛好了 等一下再唱文別也可以 所以我怕忘...我怕歌詞忘掉 妳先唱...剩唱妳拿手的 那我就唱兩首 不是 所以一首簡愛一首妳的啊 我先...我先...我先唱...我先唱第一首 然後我看一看 我們可不可以聽下去 可以聽下去我們聽下去 好...如果不及妳...如果妳... 很好... 妳就懂就好了 好...那我唱囉 把愛...對...對...突然覺得自己的不要臉 好 先不要...我唱...老師妳先讓我唱妳再跟喔 把愛...劍碎了隨風吹向大海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請妳好好唱加油 妳為什麼走音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妳看不出來... 我的無奈... 我和妳...我和妳...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因為... 然後妳沒反應我就想說 繼續唱下去 再無人... 人家很用心的聽妳 妳就在唱... 唱一個歌向人家致敬嗎 可以嗎 很短就好 我... 我唱我自己的方式好了 因為如果妳每次都聽到那個方式 但是我話妳覺得太老套 好 妳唱妳 K-I-A says... K-I-A says... K-I-A says... Kiss Goodbye... Kiss Goodbye... Kiss Goodbye... 這什麼... 這Kiss Radio的... 台歌嗎 Kiss Goodbye... 我和妳晚別... 在無人的街... 讓風遲笑我不能拒絕 我和妳晚別... Kiss Goodbye... 妳真的好不專業喔 好快... 妳在幹緊張嗎 我在唱妳... 妳自己問人家願不願意再聽啊 我不要幫妳講 那起... 那起... 那起那個... 妳剛才起那個... 起太高而已喔 對啊 她沒有怪妳喔 如果今天妳... 因為妳是專業的歌手嘛 妳如果撇開我Kiss太高這一點 唱腔是... 我覺得... 我覺得妳很有自己的特色 好不好聽 我覺得唱... 妳還是不要唱我的歌 妳唱妹的歌 真的蠻好聽的 真的嗎 對... 我還會唱聽海耶 還不一樣... 還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感覺 真的... 真的嗎 妳覺得會到... 妳不是唱歌的嗎 從前 我以前都出唱片話就不賣啊 不賣不代表妳不能唱 我都覺得蠻會唱 可是她一直在那邊鬧啊 我... 妳剛剛走的是我找的嗎 不是 妳一直說我唱歌不懂 KISS 誰教妳的啊 我自己加一個... 妳要不要再唱個景廣的台歌 其實不難聽嘛 她在對妳很好 妳在唱的過程中 她一直微笑看著妳啊 對啊 她真的很有禮貌 我不是說禮貌 我真的... 各位全台灣的觀眾 我受不了 我真的會受不了的 真的嗎 妳就是會這樣客套的假裝鼓掌 所以她還行嗎 我就叫妳不要唱我的歌啊 各位全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歌神張磚有說我唱歌還滿好聽 她沒有說滿好聽 她說有特色而已啊 還滿好聽 真的 我覺得她是... 她有一句話沒有講明就是 妳要招她就招她 招惠妹的歌好笑 招她張磚的歌 沒有...女生唱男生的歌 真的就不一樣了 妳聽別人唱歌 會不會就是一直去評斷 好不好聽還什麼的 有一個基本的好不好聽會... 會...馬上會很自然的表露出來 很自然 現在歌壇有... 你覺得誰唱歌還滿好聽的嗎 都滿好聽的 不能亂講 都滿假的 知道嗎 不能亂講 我覺得這樣不能亂講 知道嗎 我們這個... 到我們這個年紀 不能隨便講名字 不能亂講 人家打我又... 又打不過人家 不行 誰會打你啊 對啊 所以你很怕人家打你嗎 對啊 亂講話不行 你打架是屬於會輸的嗎 我很少輸的 因為不打 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總是有耍狠過吧 年輕打滿多的其實 我們年輕的時候 打架是遊戲... 跟誰打 就是跟隔壁班的學生啊 就是真的會這樣出招 你一拳我一拳這樣子 真的去打 然後你都會贏嗎 我人多 所以你是朋友多是不是 對 我們那個... 對啊 小時候其實 所以你在對你演那些兇的樣子 看不出來我會打 看不出來 因為你剛才自己都講 你怕人家打啊 我講一講而已啊 奇怪 所以你就讓你打 好 不然你打他看看 看誰會贏 為什麼你唱歌他聽 然後他要打人家打我啊 為什麼不打你啊 男生嘛 那你覺得你跟劉德華打架誰會贏 撇開什麼藝人的身分 如果就是兩個人 就拳擊賽的話 拳擊賽... 我不知道喔 他...他練得比我多啊 應該劉德華會把你打 我覺得他打得會比較...會打吧 可是張學友看起來比較兇耶 在江洪裡面他好...看起來好兇喔 我都不知道你自己看到你那些特寫 你做那個很兇的表情的時候 你自己會嚇一跳嗎 我不會耶 我在家已經做了幾百次了 怎麼會... 你在家幹嘛做那個表情 要演啊 你要演 你要先有一個準備你是怎麼演的 然後去到...去到的時候才不會... 很...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東西 所以說你拿到劇本會先回家 然後對著鏡子就是先試試看那些表情 我先...有一個整... 看完整個劇本然後再演一次自己 大概...這裡應該是怎麼演這樣子 那你在演戲的時候 你老婆會不小心偷看到嗎 看到也沒關係 她...她只是以為我是瘋子這樣子 所以應該就是趁洗澡的時候偷練習對不對 總會有...沒有人在家的時候 老婆去買菜的時候趕快練 總之我自己在那邊看看的時候就... 真的會這樣子 真的 所以那個表情你應該不敢讓女兒看到對不對 暫時她也不敢這樣看我的電影 她將來一定會看到電影裡 她把我擺這麼兇的臉出來啊 我準備去當那些兒童節目的主持人這樣 現在真的... 才算在看...累積一點好的學生 你應該沒有兇過女兒吧 現在 有...小時候就兇她了 什麼事情啊 隨便啊...不聽話就兇她 你的兇是哪一種 就下面一邊就... 你...亂講 你不會對小孩這樣子啊 我看到一招了 又彈了 還有人彈小孩呢 我... 真的嗎 會痛嗎 不會吧 不會...真的...真的 彈哪裡耳垂 手啊 彈很大力嗎 看她犯的錯有多大力 你彈我看看好了啦 我看你程度在... 很痛耶 沒關係 講到我是你女兒 我真的沒辦法叫... 蔡康榮來吧 你彈她啊 在這裡啊 就這樣彈而已 你彈她看 炒... 好大聲啊 哈哈哈哈 你是要殺你女兒嗎 哈哈哈哈 你怎麼發言這招